大家好,我是雅安 我自己关注食农教育这件事情 大概有十几年了 六年前的时候创办了一个社团 这次想提案是因为 4月19号时候 食农教育法刚好三读通过 之后政府就会开始大力推动食农教育 食农教育里面其中有一条 他其实是在讲说他要建立一个资讯平台 可是农委会目前其实现在 已经有建立这个资讯平台 可是他很难用 但是我自己在六年前因为自己工作的需要 所以我已经开始在搜集相关的资料 换资讯 目前社团大概是3783人 这边也有另外一张 那目前就是除了脸书就是会 大家会转贴文把食农教育相关的资讯 还有自己教学的案例 或者是他们看到相关的议题都会在 脸书上面变成议题 那因为超过2000人的时候 开始办理的实题聚会 有主题性的不管是教材性 就是所有工作者来分享他们在上课时候所使用的教材 然后还是我日本或者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 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举办食于教育的供学 还有食农行事例 那食农行事例是等一下会再看比较多的 那我们还会另外办工作坊 这些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让社团的成员 可以在这个社团里面互相做交流 不管是教学的点子上面的交流 或是资源的交流或是因为一个老师不太可能 食农教育的范围非常广 不太一个人都知道所有事情 所以我们这里面都还会有伙伴的交流 然后目前第一个想提案是因为这个社团里面 已经成立六年大概一天大概有五折的贴文在里面 那其实贴文数量其实很多了 那希望是我自己也在想说要怎么把它整理起来 因为像最近法通过了我就会整理类似像这样子 曾经有人分享过的食农教育的学习课程架构 这些或者是其他的 有自己开始在处理一些索引文 可是有在想说什么方式可以把它变得更好 然后另外我们成员里面也会线上一起共学 其实大家都不认识都是实体聚会见面的时候 才开始有比较多的交流 那这是我们的食农行事例 那当初开发的时候是说 现在食农教育很容易是单点式一堂课的 那如果我要设计一学期的课程的话 我其实是需要跟目前有的食事的议题或者是节日做搭配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做一个食农行事例 然后老师们可能到要上五月课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看一下行事例有什么相关的节日 那我可以跟我的食农教育课程做一个结合 然后这个每个里面都还会有相关的基础介绍 这个都是我们二十几个网路的伙伴们一起完成的 然后目前这个大概有三百 将近四百人申请一起共用 但是有在想说怎样可以让他变得更好 然后我们行事例除了刚刚看到已经就是 镶嵌在Google日历里的 那另外我们还有这样子的支援包 然后这样子的支援包里面它是有 像这个我们要整理地方产业 就是跟农业有关的地方产业的活动 像是如果五月份 五月份有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白河有莲花季 然后就是有凤梨有农民节 类似这样子的整理 但是这个都是我们去年自己一个 大家慢慢找的 可是不会更新 对就觉得有点可 因为其实很多的那什么斗六丝瓜节 都是当地政府就是觉得 哦好我丝瓜大惨了我要来办个节 一年而已 通常他们都是会持续办 因为他们这个都是可以跟同 我会申请补助案的 但是会办在哪一天 或是有没有相关的文宣出来 其实是要我们自己主动去捞 对可是这个就没办法再 就不知道要怎么把它整理起 就是可以让它即时更新 要不然会觉得还蛮可惜的 因为我自己带学生 就有去参加彰化乳牛节摆摊 因为我事前有知道这个节 我就可以跟把我的课程 跟活动串起来 让他们参加这个节 变成他们自己的餐桌长 那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 对所以老师们也不用在说 为课程准备的时候 如果说我今天上完好像没什么了 可以利用这样子的地方农业节 去跟课程做节目 对好这样子讲完了 像这些节的农委委会都会有补助吗 其实大部分都会有 多多少少都会有 因为农委会它有一个小的计划 是地方政府产业促进 对 然后那有些就是自己自己办的 就不一定 然后前面有连结的话 都是我们可以连过去看相关网页的资料 好讲完了